我叫大宝 从四川来 江夏人 初中毕业后 家里穷的没有意见办法 我想着去北京城里整个什么营生 干啥呢 我爷爷社会上的事见的多 叫我无用如何 都要到食堂干个差事 咋说呢 挣不挣钱 奉个肚子圆吗 我一想也对 就来了 上了个铺路学校 这不 刚一毕业 就出来找工作 我找人 您找谁啊 我 我找你们老板 老板 请问您是不是什么人呢 我是他亲戚 亲戚啊 请跟我走吧 老板 老板 有位客人长连说是您亲戚 没什么事的话 我先下去了 你 亲戚 我怎么没印象 不是 你这人怎么胡说呀 我要不这么说 门都进不来 有什么事你说 我这忙着呢 我想来您那打工 看您要人不 九龙你熟吗 不熟 没干过 后出的活你熟吗 我爷爷是我们那里厨师 他做的火锅 麻辣烫 好吃的很 我从小跟着我爷爷 他做 我看 后来我自己也做 大家都说我做的挺好吃的 我跟你说呀 你们乡下的犯态 跟城里那就不是一回的事 知道吗 再说了 我这儿目前也不需要人 啊 老板 这是我碰上学校的毕业证 你去老师上看 川菜月菜的厨子 一华丽呢 就你这个 几十块钱 能买一单 再说我这后厨啊 是包装的 人家不需要人 不图什么 只能吃饭睡觉就行 这是我看你挺可怜的 这样吧 你先去厨房 做个砸工怎么样 行 没问题 没问题 啊 风门在外啊 挣钱学手艺 但是有一点 手脚要干净 所有人要合不当 是 当然了 老板 我记住了 嗯 那个 馅儿 李亚 跟赵树说一声 就让他去厨房吧 好的老板 跟我走吧 喝 嘿 不姓吗 嘿 瞧我这妹子 几日不见 是夜长夜水的了 来来 显哥了 怎么呢 几日不见 还跟哥 生疏起来了 哎 赵师傅 孙老板说 让那个人 到后厨房门 我这是包厨 你找着随便安门人 是 这人又不是我安排的 跟我没关系 再说 不要钱 真的可差 没什么事 我出去忙啊 呦 我先去拿过来 你怎么了 你去把调老门 哎 没长眼啊 这么大人啊 这么弄吗 对 对 对 这不跟你相信 你要懂的 规矩 规矩懂吗 啊 规矩就是 一切成我的 干好活 啊 好 有点眼 这样 哎 把点水倒了去 啊 嗯 赶紧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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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 我开始了 在北京的打工生活 可是 一切怎么就这么难呢 大宝 你都来了两个月了 怎么还在打杂业 赵师傅 没安排我学手艺啊 你可真够面子 我跟你说 那刚来的小伙啊 都拜老赵楼师 人家没几天 就上冬子切菜了 你就不想想办法 那赵师傅 一准是不喜欢我 你呀 你动动脑筋 别这么死心 我还有事 先出一名 赵师傅 对 来了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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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事啊 赵师傅 我想拜您老为师 学他手艺 你拜师 我都来了快半年了 师傅还没教我呢 小伙子 拜师可不是那么简单 你想拜就拜 你没听别人说 教坏了徒弟 饿死师傅 你该干嘛干嘛去了 等你脑子开窍以后再说 啊 大老 哎大老 你跟我来去 家里来一个信 你帮我看一下 啊 走 这是家里给我来的信 我没文化 你帮我念念 这 让你帮个忙 怎么还摆架 哎大老 我念 赶紧念 孩子他爸 你这一阵子在外面还好吗 我跟孩子都挺好的 你不要挂念 咱爸咱妈也都挺好的 就是有时候老念到你 孩子马上要上学了 咱爸最近身体不好 你要是手头富裕的话 看能不能给家里寻 看能不能给家里寄点钱回来 要钱要钱 每次来信就是要钱 他以为在外面挣点钱容易呢 那为了挣点钱 这一天到晚过的什么日子 哎大老 咱们这附近有洗脚屋 别说咱们也洗一洗 放松放松 赵师傅 这我可不去 我还是商务所去呢 这东西 脑筋怎么这么死呢 你呢 啊 你走吧走吧 赵师傅 那我先走了 走走走 赶快走 大宝 刚买回东西来 啊 你去身上做什么 哦 我买点东西 我帮你吧 不用不用 马上我自己能弄好 你赶快去忙你的事吧 好 别耽误了啊 那你什么时候下班 再有一个小时 我发 你赶快 好 啊 真香 大宝 我就说嘛 这些天厨房 怎么老丢东西呢 今天 算是抓住人了 赵师傅 别骗我 这都是我自己花钱买的材料 人正物正俱载 啊 我平时对你 啊 你也看 咱们见最近生意 你还跟我添乱 我怎么 做人要后 我 你 够了 你 买乡下来成一打工 靠的就是利己吃饭 凭良心 做人 学手批 什么脏活的 也会都给我干 我没有怨言 你凭什么瞧不起我呀 这不说了 洗澡三回干 安婆 自己买菜 练习一下 凭什么时候 玩小偷 孙老板 这不在争饮吗 为什么 不是乡下来的吗 不懂的精英之道 不过爷爷凭啥做菜 大家都觉得好吃 倒是在吃掉 你想哪 乱乱乱 这儿 有你没活 张叔 你帮上去 我知道你整天的 行 这个孩子 瘟了 老板 这瘟了什么意思 这兔总干净的人 在这儿 这怎么不害 我还不想干了呢 老板 老板 我能救命 你带我做菜那些材料 为你不肚鸡卖的 你不肚鸡卖的 你不肚鸡卖的 你帮我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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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自己花钱的 不是不是 我不是那个语 我是说 你这个菜的味道 很特别 你是跟哪生的 那是家乡菜 爷爷教的 怎么配料都是家传的秘方 我就从菜谱上学了点加工方法 咱那菜材料实在 味道独特 好小子 有一手 你看这行吗 我呀给你安排几个人 你把这家乡菜的手艺 给我拿出来 只要这个菜上了菜 贺人铁 你就给咱做 你看好不好 老板 好 谢谢老板 这样子做得挺好的 你叫我师父 现在不一样了吗 你是如头了 当然要叫你师父 哎 你弄这些东西干嘛呀 邓老板给涨工资了 我今天让我请客 我去买点东西 怎么还能颠倒了 是你把生意弄火了 才让大家涨了工资 大家请你吃饭呀 嗨 酒店生意好了 大家不都高兴吗 对啊大宝师父 我有东西想送你 啥东西啊 你自己看吧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大宝老板叫你呢 嗯 嗯 老板你拿着你 嗯 哎呀大宝 来了 来来来 坐坐坐坐坐 坐 坐吧 张叔叔 哎 呃 二位都来了 我这个人性子直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啊 赵师父 这你也看见了 咱们现在的家乡菜啊 上座率是越来越高了 这个大宝的灶呢 有点用 过来了 我的意思呢 是想 把你那个灶 承出来给大宝 啊 您呢 受点委屈 如果实在不行呢 那您就 老板 前一阵 赵叔家里来信 说爸要上学 老人有病 需要钱 赵叔一走 可就没收入了 是这么回事 要是多上家乡菜的话 我一人也干不过来 不如 让赵叔叔跟我一块 搭帮干吧 啊 赵叔叔 您看呢 就按老板的想法干吧 兄弟 你这孩子 不是个一般人 我这儿谢谢你了 赵叔叔 您别这样 人都会有难事 老板 那我们先走了 好 小三子 咋了你是 大宝师傅 您就收下我吧 我以后想得您去做家香菜 你可别这么说 你是赵师傅的人 我可不敢用 我也想吃手艺 赵师傅手艺 也不错啊 你跟他这么长时间了 也学到不少东西吧 别提了 我跟他都快一年了 什么手艺都为学长 那技术是你没用心 真有手用心 是他藏着不肯教我 平时 我每天给他打洗浇水 心想 自我他说 他也该教我点什么 实际上他一天拿我 跟三孙子的那吃瓜 这咋就 一到学长夜 就跟防贼似的防着我 我也想上班 当大叔啊 不是我不教你 这事我做不了土 我滚大宝师傅 再说 大宝师傅 好 这事我 你 你 我 你 这什么味道 老板呢 好 你知道吗 哎呀 你这什么菜啊 这个 这种面 是这样加油还没有 味道是错的 嘿 照页 你还吃着饭吗 喜欢味道 你尝尝 嘿 你回来 哪儿管的 啊 不好意思 你你别中心 我马上就要拿钱 没钱 大包 哎 大包出来 你自己尝试 对不起 老板 可能说昨天没强好 我马上重过一份 好 这次 我也不说一声 但是这种错误 下回绝对不能再犯 我让你当大厨 那是因为我相信 咱们九楼来 可都是有头有领的人 你 你不能砸我的招牌 哼 师傅 今儿咱这儿清一下 您教我两声 去 那我说 赵师傅 您看您又这么叫 哎 现在身材不一样了 现在成师傅了 再叫你孩子 不大对劲呢 赵师傅 今天忙 等回头咱再切磕 切磕家乡菜 切磕 你切磕 你切磕 你算忙了啊 这家乡菜 还真是欢迎啊 等客人赞了 咱再切磕切磕 那是 那是 师傅 您刚刚往我锅里扔个闪案 闭嘴 好干活 女儿 你好 先生 这儿走 叫你老板过来 好的 您稍等一下 这位客人 你有什么意见 这周你们做的菜呢 你们是不是想关门啊 哎呦 真对不起 真对不起 要不 要过咱们从你们坐一会儿的了 从坐一会儿 就你们这卫生 从坐一会儿还敢吃吗 你呀 你呀 千万得小小劲 要跟你说这样吧 您这桌呀 我请客 免单 您看行不行 免单就算了 这可是钢丝 吃得我们肠子里钢钢坏了 你付点的额吗 这臭 臭 小心 没那么严重 大跑 你说你的菜是哪儿做的 这么大的钢丝 照着菜里你居然没看见 你的眼镜啊 听说话 啊 真对不对 对我不对 我的从坐一会儿 老板 你想让它什么 啊 这么大的钢丝 球载菜这个 这是万幸啊 客人没闹起来 客人闹起来 把电砸了都可能啊 这当初是头一个 就是眼药名 菜要干净 菜要干净 这已经起争端了 师傅 不是 照顾说的对 我是那个经验不足 刚上红二 紧张 客户多 没留神 哎 你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 什么叫客人多的紧张 照你说的客人少就不紧张 你是不紧张 客人少 客人少了生意就少 这不应用老板吗 干脆咱酒店也甭做 做厨师的 头一个讲究 就是客人越多 精神越极重 别小看了这做饭 这里面东西多着 没个十年八年 就能厨师啊 赵师傅说的对 我以后向赵师傅多学习 别别别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 您现在是我师傅 我得向您学着点 我这人啊 比较笨 就把以后 让您那汉里的钢丝球 仓什么的 也是家乡菜特色 行 行 大王 你说你这孩子 你这不是啥酒楼的招牌 我早就跟你说过 来咱们酒楼吃饭 那都是有头有脸的人 我这身不过关 你说我这酒楼还 哎呀 上次 我就没跟你进 你看 这次又来了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你让我怎么办 你叫我老师来 孙老板 怎么了 这没你事 别乱天了 必须得说两句 我特羡慕罗经理 哈朗特羡慕 他还赚钱跟夏还吃了 你都不知道 也是 咱们一个月 新鲜顾骨 赚那几个钱啊 人家罗经理 人家罗经理 几天就给赚过了 你说 我什么时候 能赚他那么多钱 你别 哥哥 您想说什么 罗经理干什么生意 这么赚钱 什么生意 那就是空手套白狼 空手套白狼 哪有这么好的事啊 真的假的 你还不信啊 我下巴带你去瞧瞧去 行行行 其实当时 我只是想去看一下 想不到后来 会发生那么多事 我当时真是太太 不客气 你还不信啊 对 我 不客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用了 你去歇着吧 哦 我跟你说 我找到工作了 在一家万贸公司做万贸报单的 工资不多 就当是骑着找马发 哎 找来找去的 还是工资不高 现在能有事干就不错了 你啊 就别瞎折腾了 安安心心的 慢慢熬吧 慢慢熬 我谢非凡啊 要做我就要做大事 喂 妈 什么 怎么了 好 好 我知道了 行 我马上办 怎么了 我妈来电话说 我爸注意了 啊 谢非凡 别看名字起得挺大气 但是他呢 却是从小家庭贫困 大学期间的所有费用还是靠别人资助的 现在 谢非凡刚刚毕业 一来 家里给不了什么支持 二来 他自己的工资又低得很 而父亲又重病 谢非凡是着急上火呀 医生 医生 我爸爸他 你父亲的病真的不能再拖了 手术费大约需要十多万吧 医生说 手术费要十几万 而且再不做手术就来不及了 啊 不管怎么样 手术一定要做 可是 可是钱 小元 你跟着我要过苦日子 非凡 不管发生什么 我都一定会支持你的 非凡 要不 我 我去借吧 啊 不用 我自己会想办法解决 要是我知道非凡想干什么 我一定会阻止他的 都怪我 太粗心了 帮帮帮 有 我 你刷不出来 啊 下一个 啊 我刷一千 我刷一千 你自己的秘密 就像不能再拖了 我去刷了 够货呀 别人都一两千的刷 你怎么投一次 你送我上线啊 外面 你知道咱们是熟人 我就跟你刷了 只要换个收面孔 我可不换担这个责任 还有 这个百分之二的手续费 你知道吗 我知道 好嘞 你再挂了 喂 李总啊 您好 啊 小言 您好 那非凡资金怎么样了 工作还顺利吧 他 他不太好 怎么了 我 他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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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这 他不太好 我觉得 我 我 想不正好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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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总您放心 我一定会尽快把钱还给您 李总是我上大学的资助人 我真的特别感谢他 要不是我爸得这病 我是绝对不会再去麻烦他的 你说你想自个儿开公司 是的 李总 主要我现在的工作真的没什么钱 我自个儿开公司的工资比较大 你想好开什么公司的吗 商报公司 我大学不是学经贸的吗 我觉得搞搞贸易什么的还行 也好 你有这样的学生装置是好事 对吧 要不这样吧 你的注册资金 启动经费由我来出 你负责经营 跟协同小项目做起 不怕利润地 不亏钱就行 干的 谢谢李总 您放心 我一定努力把公司接引好了 喝茶 那从开了公司以后 非凡就变得鬼鬼祟祟的 我特别担心 不知道他想干什么 没办法 我只好跟踪他了 大部长 一千 一千啊 一千 来 我来 我来 一千 干啥啊 我的 我的 不好 小元 小元 你听我说呀 这种卡掏现这种买卖你也敢做 就算咱们现在急着用钱 可你也不能这样啊 哎 小元 你着什么急啊 我已经讨论得很清楚了 法律上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条款 你放心 我没事了 就算没有条款 可这是什么光明正大的事吗 罗总都已经跟我说了 这种炮子机提款的事 只要我每天不超过二十万 银行根本就不会注意到我的 那要是那些在你这刷口卡的人 他五十六天免七七之后还不上钱 银行肯定会去查那笔资金 到时候不是很容易就查到你这了 这 这确实是个问题 但是你说 现在做什么事没有风险啊 罗经理做了这么久 不照样好好的吗 别担心了 没事了 可是 也可是了 我现在正是印钱的时候 好不容易有一个这么挣钱的门路 我还犹豫什么呀 你不希望我爸早点康复啊 对了 这事可千万不能告诉李总 回去吧 说多少钱 我说多少钱 三钱 三钱啊 三个银子 六钱 这边这边这边呢 阿姨 这边这边呢 这边没想到 你正去为了钱 那边 你俩看人家公司 你看我儿子投了一身的债啊 现在我儿子找不着了 啊 我们这人死 别还我啊 阿姨 阿姨 好好说 先别坐 坐坐 阿姨 阿姨 用车这点钱帮手 用什么 但是你也听说 别再不 放了假吃 没了 要不你们 还有能见我了 干的好事 我还能能签四十多万的债吗 啊 你说 阿姨 这不全是我们的错 如果您儿子 能及时把钱还上 你胡说八道 你们明明知道他没办法 其实还上 为什么还借他那么多钱呢 只要你们能赚上钱 就不管别人死活 你们还有没有 阿姨 阿姨 还我儿子 你们会造报应的 以前 我总觉得我跟非凡 做的事情 不算违法 可看到王阿姨的 那个样子 我就开始反思 我们是不是哪儿 做错了 听说啊 罗经理被坑二度 二十多万 他扬卡 这事儿到了 郭文局 被郭文局的人带走了 扬卡 什么是扬卡 听罗经理说呀 扬卡比刷卡更赚钱 真的假的 你快跟我说说 这 这怎么扬卡 哎 听听 坐坐坐 我这两张卡啊 一会儿有四张块 再不还卡 赶还法 我想办法 行了 没问题 哎 这样 咱先填张表 耽误您一点时间啊 好 你怎么还不怪弄睡觉啊 我笨死了 你知道吗 今天那人把卡给我的时候 我都没检查检查那张卡 也不知道这卡到底能用还是不能用 他要是能用就多好说 他要是不能用 那咱把钱打下去 那不亏蛋了 谁让你一有大声音就什么都给忘了 别想了 快睡吧 明天再查 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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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咱 咱们现在做的这个事 套回鞋了 要不我们别做这个了 这个不是套鞋 这叫扬卡 什么 是我在罗经理那儿学来的啊 这赚钱更快更多啊 你没看到罗经理的下场吗 你想跟他一样啊 你放心 我会小心的 行不行 哎 小语啊 你不是说过 无论我做什么决定你都支持我 我爸的手术费 我虽然还得差不多了 但是他抗风还需要一大笔钱呢 哎 什么 你要辞职 对 你为什么要辞职啊 李总 我想自立门户 哦 这样 费大 这个事我希望你能够考虑清楚 如果你真想跑 我尊重你的选择 谢谢李总 那我先走了 小语 你见了一下 李总 找我 哦 你去帮我查一下谢飞凡 性看了商业公司的情况 你有什么担心的吗 他风开业到现在 我就去问一次 我不太放心 行 我知道了 马上去办 您放心吧 旁边介绍 说您这儿 养卡是吧 哦 是 是是是 欢迎朋友 请坐 这样啊 咱先添张表 哦 谢谢 这个别人呢 在我这儿添张表 那算是 没完没了 问东文西的 您倒好 什么都不问啊 全爷们 嗨 老朋友介绍的 信得过了 是吗 那好 哎 咱们快点 哦 这有什么事 哎 好 这有两个 行 您放心吧 我肯定让最快速度给您办 行 那我再回去啊 好 哎 许位 我还得问您一个问题 您办不办付卡呀 哦 是这样吗 对对对 就是这个 行 没问题了 您放心啊 明天还是这个时间您来拿 我就跟这儿打分 好嘞 慢走啊 哎 慢走啊 我就不送您了啊 杨卡 他的公司已经不在原来的地方了 办到什么地方去了 他在自己家里办公 哎 宝宝 我跟你说啊 今天又来了几个杨卡 我发现了 这杨卡比套现好赚太多了 谢非凡 我们收手吧 收手 干嘛呀 你别担心 主卡后卡 全在我手上了 没事啊 我身上了 你不想撤 我身上了 你个人 嗯 我的天啊 又是 我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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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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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小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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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小元突然神秘失踪 这让谢非凡陷入巨大的恐惧中 就在他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 他接到了李总打来的电话 李总 这思考卡怎么在您这儿啊 这是我给小元的 啊 进了吧 你还有点回来 我差点被你害死了 你跑哪儿去了你 你看 你别激动 这是我让小元做的 是为了你好 好了 给你 慢走啊 你怎么来了 您是找非凡吗 我给你打电话 喂 我找你 找我 小元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我们 我们这样做并不违法 你这么当了吗 小元 你以为你在帮他 其实你在害他 我都找人调查过了 银行根本不允许你们这么做 如果数额巨大 那是要付形成词呢 前两天你们是不是被人骗了 难道是您找的人 忘错错 就到我花钱我买一教训 收手吧 不行 我就不相信 我谢非凡这辈子 我就这么倒霉吗 喂 非凡 我答应你 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非凡 是你自己 害了自己 李总 我 我真是对不起您 我让您失望了 好了 这所改的就好了 对吧 你说你也是苦害的出生 以后该怎么做 这个清楚了吧 谁啊 这个时候打电话 喂 谁啊 最神经病 没了 知道 东西打错了 我刚一接就挂了 这 别挂了 这个是什么事 怎么又打过来的 错了 错了 喂 谁啊 这个神经病 怎么回事 还是刚才念了 肯定是 我看着根本就不是什么 打错 不一 搞个作剧 嗯 对 你不是 肌肤 那肌肤肯定好不了 喂 在家呢 哦 你是哪位啊 你自己在家里面 是 你找谁啊 我找你的 哦 那你是谁啊 什么事啊 你是有事 你再不说你是谁 我挂电话了啊 挂别挂 我有话问 什么话啊 你一个人在家 不记吗 你 神经病 喂 废了吗 你神经病啊 他妈 怎么让我们家打三尾电话 你在这儿 我报警了啊 别生气 一会儿 你废了 你到底是谁啊 猜我 你怎么这儿不着啊 你不想我了 那我带我来 怎么了 那家伙又来电话了 他这回说什么 哎 还是那些无聊的话 喂 你别问了 我烦 哎 干什么 我问你一句话 你能让老实实回答我 哎 有什么话 你应该再问吧 问死 不行 我必须现在问 哎 可以问 你是不是 你 必须我在外边有什么事啊 啊 什么什么事 这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在外边认识什么人了吧 你说什么呢 要不然 咱们家为什么总是莫名其妙地接这些骚扰电话呀 黄泽国 你胡说什么呢 我没胡说 说病 这电话就是找你的 你 你别胡说吧 你还怀疑我 那可都是你说的 我一次都没接着过 哎 我一接 他就挂了 谁知道你接的时候 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你 什么 你 哎 我就这么随便问问 你激动什么呀 哎 行了 行了行了行了 你别哭 我错了 不行吗 都怪我 是我不对 我不应该怀疑你 都是让你骚扰电话给我闹的 你不能怀疑人家呀 好好好 你别哭了啊 我给你赔礼道歉好不好 我说错话了啊 一天我就报案 我大老查查这个人到底是谁 我看你还冤枉我 哎 我让你个办法 也不用报案 咱们自己应该查出来这人是谁 要是让咱们自己查出来之后 就能好好地出这口恶气 什么办法 喂 叶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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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起 电话打过来了 喂 这家呢 哦 是你啊 是我呀 怎么了 想我了 讨厌 人家刚睡着 是吗 你自己在家呢 是啊 我老公出差了 得过几天才能回来呢 没有 那你一个人寂寞不寂寞呀 你说呢 那 那我过来陪你吧 你想来陪我呀 想呢 那你就来呗 真的 真的 那不真的还假的呀 你可别骗我啊 谁心想骗你 你愿意来就能 不然丫头 别别别 去我去 那你家住哪 这样吧 我告诉你个地址 咱俩在那碰头 然后 我带你来我家 好好好 那你跟我说吧 我这就过去 啊 骚扰电话 一直不断 神秘男人 即将显身 乌西二人 幼齐上钩 他们将会遭遇什么 稍后请继续收看大成小事 打给老婆的神秘电话 就是你天天给我们家打电话 是啊 就是我 你够有毅力的 那是 你干嘛天天打电话呀 因为我知道你需要我陪 你看 我要不打 人家我 等我了 那个 跳成老的 我都等你半天了 咱们先回家吧 好 在哪 就在那边 不远 你跟着我走就行了 压住这儿啊 啊 赶紧走吧 哦 老公在的时候 我过来陪你好 好啊 你要是敢 就过来呗 你叫我来 我为什么不敢 哎 亲 你骑什么呀 这样邻居看得了不好 你反正也到楼下了 你还招什么骑呀 好 你再说 啊 回家再说 好 你等一下 你去换点衣服 你捏衣服 你咬子 你捏衣服 你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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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主人公 让他的爱人 夜里头去引诱 给他打扫了电话 这是一个我想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那么可能会出现很多自己难以控制的意想不到的结果 女同志半夜出去引诱 会不会掉入犯罪分子的陷阱呢 那么你把犯罪分子引诱到家里来 你两个人是不是就能够控制犯罪分子呢 那么你把它控制起来 会不会带有法律上的冲突呢 甚至你的行为违法呢 我想 在这个片子里头 最妥当的做法 还是报警 能够在收集证据以后 即时的报警 问你 你叫什么名字 哎 你为什么天天打我们家电话 骚扰我们 我 我叫刘丽萍 我 我就是没这闲的 哎 你怎么有我家电话的 我随便拨着 拨离子 觉得好玩 又借着拨了 你觉得好玩 你这报这条时间 你真的我没睡过一天好觉 德哥 德姐 我 我知道错了 你们把我放吧 啊 我以后再不敢了 放了你 你想的没 我告诉你 我现在捆着你 我就是给你说教训 明天天一亮 我马上就报警 德哥 别报警 你说你把我绑了 我也认错了 忘了 千杯报警 不报警不是便宜你了吗 你这段时间你把我们折腾的多厉害 我把你送到派出所 就是你活该 大哥 德姐 咱一会好好说 千杯报警 有话你跟警察说去问你 就让他跟这儿躺着 明天天一亮咱们就报警 德哥 德哥 你臭不了 我扎 这不是老公一块算你 我跟人吓死了 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保尔蒙 我说我把你把老子放了 放了 我出来 弄 你嘴硬啊 你嘴硬啊 嘴硬啊 你嘴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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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咋咋 咋啊 我告诉你 你 你干嘛 这 我 我 干嘛 在这个片子里头 当我们看到男主人公打向刘丽萍的时候 那么实际上我想 男主人公已经触犯了 治安管理处罚法或刑法 当然这个尺度是根据他产生伤害的结果来决定的 但是我们在这里头我们看见了一个转换 就男主人公作为一个受到骚扰电话的这种违法行为的受害者 突然之间转变为违法行为的实施者 这个尺度的转变 我想核心就是男主人公没有选择好如何去保护自己的合法权 对 死了 死了 我就打了他一下他就死了 不是打到他有穴上了 怎么办 你别咋唬 你想要左右邻居全听见吧 那这个 赶紧把他弄走 你想想 他跟咱们非亲非故的 他除了事谁能怀疑到咱们头上 趁着现在天没亮 赶紧把他弄跑 没人查得出来 神秘男人被骗家中 丈夫失手 将其砸 死 死了 死了 夫妻二人顿时傻眼 最终想到偷尸光眼 稍后请继续收看大哲小事 打给老婆的神秘电话 谢谢你 谢谢彼此 谢谢彼此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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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想看报纸 挺怪 太奇怪了 怎么 你说 这死个人也应该算是个大新闻吧 怎么这报纸上 这一点报道都没有呢 我也觉得挺奇怪的 这两天 我一直留神 这周围有没有什么消息 结果 一点动静都没有 难道说 还没被发现 喂 喂 你找谁啊 刘丽萍 不认识 你打错了吧 你不认识他 那他怎么给你们家打过那么多电话 刘丽萍的手机通话记录里 起码有几十个给你们家打的电话 他最后一个电话 也是给你们家打的 你说你不认识 怪不奇怪啊 你 你 你到底是谁 你别管我是谁 反正我知道你们两口子干的事 我们什么都没干 我们不认识他 你说你们不认识他 可他手机里有你们家的电话号码 你说警察能相信你的话吗 这话跟你说了吧 我是刘丽萍的哥们 那天晚上我跟他一块去的你们家 我不想换了他的好事 就躲在楼底下等他 结果 你们干的事全叫我看见了 现在刘丽萍的手机在我手里 在我手里 我还没有报警 他的尸体 也还没有被人发现 你 你到底想怎么样 你说呢 想让我报警吗 不想让我 拿五十万 我以后就不再来找你 五十万 我们没有那么多钱 没钱 没钱就等着做班房吧 我给你两天时间 你好好考虑考 两天以后 就别怪我没给你机会 喂 喂 五十万 五十万 怎么上哪弄了五十万 要不 咱们把房子卖了吧 两天 能卖掉房子吗 再说呢 你以为给他五十万 他就不再找咱们了吗 这么大的把柄 装在他手里 说不定 他要缠着咱们一辈子 建国 咱们跑吧 该不跑就来不及了 跑 跑到哪去 跑到哪 都能找到咱们 咱们犯的可是杀人呢 建国 你说咱怎么那么倒霉 也没发什么困心事 除了到这个地步了 我现在后悔 当时真的不应该那么丑陋 害死了人 毁了我自己 你真是我在这么做 是我害了你 别这么说 谁也没想到 谁就会发展到现在这边 我想好了 我去自首 长痛不如短痛 与其这样 每天提心尿胆 担静受罢 不如早点去自首算 一人做事一人等 我自己犯的错 自己受罚 我自己犯的错 我好像看见那个姓游的了 哟 爸爸 这 怎么看着呢 真看着就是他 往那边走 嗯 你没事老往这跑干啥呢 万一让那两口子发现了你 咱不就成功进气了吗 哎呦 人家实在待不住了 说着急嘛 再说我怕你看不牢 让他们两口子跑了 我一大伙人在这盯着呢 他们跑得了吗 你瞎操什么心呢 那你该给他们打电话呀 别拖什么呀 咱不得给他们点时间筹钱吗 钱没凑齐 老给他们打电话有用吗 老觉得事儿 说得不好 你放心吧 上回我给他们打电话的时候 把他们吓得够呛 杀人呢 这不是小事 他们肯定得乖乖的筹钱 放的真挺危险的 哎呀 真的把老子 顶退我从那 赶紧装死 我们让两口子发现 幸亏你会演戏 要不然 咱们哪有这么好的机会啊 不过你也得感谢我 想出这么一个好主意 既给你报了仇 又让咱哥俩能捞一笔 要捞干呢 捞干了 酥了这口气 兴牛的 你们挺狠的 还想把我们捞干 我们还想告你讹诈呢 我叫你别来吧 你不听 完了吗 这下纯咋了 你们想的倒挺美啊 乱打骚扰电话 完了还想讹诈我们 你们挺赚的 讹诈 什么讹诈啊 你就拿对手了 要不是老子命大 我就死了 你就一杀人犯 是你先打骚扰电话 你还想欺负我老婆 你有证据吗 我可有证据 我通常伤到现在还没好 我们家电话 通话记录里肯定有你电话 这就是证据 大不了暴行 谁怕谁啊 都没好我的吃 算了 咱走吧 反正 你钱也拿不着了 我找你算账 我等着 你还想跟我算账 我跟你的账还没算完呢 我 算了 反正再也没说什么回事 走吧 你笑什么呀 我想 警察估计得好好教育教育 这两个人 说不定 还得法办他们呢 你也别高兴太早 这说不定警察也得批评咱们 这当初他在实事报警 这多简单呀 也是啊 我这糊里糊涂的 我还当了一回杀人犯 嘿嘿 还笑呢你 差点没下出病来 这不碰着事啊 哪能知道 咱们这平平常常的小日子 多幸福啊 嗯 哎 我这 咱们还去不去旅游 还去什么去啊 这几天 整天都偷晕转向了 店里的声音和灯入不少 咱就抓紧把钱赚回来 去旅游 怎么 哎 咱就抓紧把钱赚回来